十位台南市議員親自站上火箭 對瘦肉精裴林說不 民進黨執政的雲嘉男高平 五個縣市首長也發出聯合聲明 呼籲禁用瘦肉精巨吃毒豬牛 如果說為了當總統 然後犧牲人民的健康 作為交換的條件 那我想那乾脆不要當也罷了 高雄市政府我們跟其他縣市 那我們大家都是反對 兩處大陸他們已經在串野在飲料 我們沒有辦法接受這樣的政府 這樣的政府有一點像詐騙集團 馬政府不應該再強行 來忽略掉國人的健康 我們希望第三次的 整個美牛資訊會議 希望是公開 而且是全程錄音錄影 我們合同三國六百四 我們大家必須要站在 維護國民健康立場 瘦肉精民健康 可能有很多人會因為這樣來走路 所以住的瘦肉精我們的狀態 完全願意切結保障消費者的安全 民主進步黨面對國人的健康 是沒有顏色的 是不分黨派的 加安信僵出戶協會裡 監視和幹部放下手邊工作 拉起白布條抗議 堅決反對政府開放使用瘦肉精 民進黨2012年免得開放美牛問題 要求瘦肉精零檢出 當時為了瘦肉精的美牛進口 民進黨立委還睡在立法院抗議 不過準總統蔡英文去年面對美豬開放問題 2012年這個Codex有這個國際標準出現 所以在2012年的7月 民進黨中央也對外說明說 我們會參考國際標準 在那個之前確實是沒有國際標準 因此我們黨團採取的是一個零檢出的態度 到底美國豬豬會不會來台 小英都沒說清楚 精準論文和主委卻說 我們有那種能耐能完全不接受嗎 國民黨立委痛批 我想這幾年來 我們為了台灣人民的健康 堅守瘦肉精零檢出 民進黨執政了之後 居然未戰先退 我在這裡要請問蔡英文主席 我們現在可以派桌子了嗎 呵呵 民進黨不是整天高喊轉型正義 但開放美豬這不是轉型正義啊 難道這是正義轉型嗎 開放如果是未來要走的一條路 但是政府一定要有配套 國內是一個重大議題 不只是農業 還有生命健康的問題 還沒有上談判座之前 我們要做充分的準備嘛 民進黨的舒志芬 臉書表態有條件支持開放 當初民進黨堅決的 強力的一定要求做牛豬分離 這樣的一個戶帶決議 那今天要上任民進黨的政府 蔡英文政府 馬上就要把他方案 而且這個又不顧到全國人民的健康 那這個跟詐騙集團 有什麼兩樣 如果說為了當總統 然後犧牲人民的健康 作為交換的條件 那我想那乾脆不要當也罷了 謝謝大家